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集我们就说一下 有些日本人说这些日本人是不是做了先知 不是 因为他不是在强震的时候 或者在强震之前那段时间离开 其实去年 以及过去那段时间也有日本人离开 近年来越多日本人选择永久 居留海外 根据最新数据日本 是外务省海外居留人 日本人的数目 看到 2023年日本人到海外居留 是有57.4万 相对一个过亿的国家来说 但是 你看回增长率 亦是比2022年增长了3% 并且 它是趋势不断上升 20年来不断向上升 虽然2020年大家知道 2020年到2023年 就有大流行 全球都是麻烦 但是 趋势仍然向上 海外定居的日本人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 居住在日本存在风险 这句话当然 为什么现在的人拿出来说 日本自从121号以来 大事件比较多 所以有些人说 他们是否先知 我觉得也不关事 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件 怎能想到强震 但是 日本 也是有强震的地方 大家知道 日本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大事件的强震之类 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 不如 出去看看世界是怎样 或者外面 可能有更加好境 应该的 应该的 趁年轻 亦有人担心 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 原来 看回数据 日本是外务省关于海外居留日本人的调查显示 2020年到2023年 日本人在海外居留三个月以上 而且 有 回日本打算的长期居留者 三个月以上 但是 是否回来 海外居留下的大事件 是48.7% 西欧是16.9% 之后 我们也说过澳洲也有很多 日本人 澳洲有13.6% 这个也很正常 看看我们 看到自己的 最主要是有一个放松的心情 除了自然景色漂亮之外 最主要是有一个放松的心情 始终南半球也比较少 针对日本人定居海外人数增加 他访问了一位墨尔本大学的教授 这个也是日本人 我们北方很多做海洋研究的教授都是日本人 还有一些洋行 据我所知道就是 因为我们州北方 海因斯有很多日本人 他们租屋说的都是写日文的 我们这里黄金海岸 私自头的四大银行之一 其实也有写日文的 因为我们州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日本菜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墨尔本大学 社会学副教授的大石内内 当时日本人听名字都知道 他说在大流行之前 曾经对日本海外的 这些永久居民进行访问 他们说为什么要离开日本呢? 原来将近九成人 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存在长期担忧 对医疗、养老金等等的社会制度的 这些存在性存在巨大的担忧 定居海外的日本人就认为 居住日本 其实存在风险 说真的居住哪里有风险 都是像你所说 可能他觉得 人少一点 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们之前有条片很出名的 是塔斯曼尼亚的 有一个日本人 我节目好像跟你一起做 那个日本人就娶了他的英文老师 在塔斯曼尼亚的一个珠子头的地方 开了一间日本餐厅 一个星期开三天 其他四天 一个星期开三天 其他四天是钓鱼和冲浪 他的英文老师就是他现在的太太 这条片其实日本很火红 很爆的 也是的 其实那天我听了一个 我没说过热水是一个香港人做的 他说有个香港人 去了塔斯曼尼亚居住 他就是 做电工的 你知塔斯曼尼亚的电工很缺 他说不好意思 他朋友一天都要开三天工 其他四天就去电宿 他说是狗识的 有人就是这样的无欲无求 当然 这是你自己选择 这是你自己选择 另一方面 就是移居海外的日本人 原来 有62%是女性 在海外 没错 原来看回 在海外和外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当中 有七成 有七成 是女性 亦都是这个大石内内 他分析 就是女性占海外定居者的比例高的原因 可能是出于 在海外对于女性的约束比较小 因为在日本来说 相对是一个传统社会 对于女性来说 压力是大 这个又很符合他们的国情 因为传统 女性可能 压力各方面 有时候也要上课 要守规矩 在海外就可能好一点 没人理你 没人理你 其实我也有几个朋友 都是他妈妈的日本人 不过很厉害的 我有个朋友就是日本出世 她是七岁才回塔斯维南 那些日文是 她的样子就是 鬼佬样子 不好意思 但她跟她妹妹 到今时今刻都讲日文 很厉害 因为她妹妹 到小学三年班才回塔斯维南读 读书 后来她 老爸就走了 她妈妈就嫁了 另一个西人 但是又不是留在澳洲 她妈妈移居了 加利福尼亚 我? 是的 都挺特殊 她妈妈也是个学者 可能在学术当中 认识了第二个 当然她就很奇怪 不住大城市 最后都回归回塔斯维南 出世的地方 这个是 可能我儿子 大过了也可能回去 我说明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在那里大了 可能想法也不一样 但我儿子也很小就出来 可能也不记得 不知道 看看这个 大石内内 她也说 因为女性在海外 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而且她们可能在海外感到 更加多的尊重 而选择 在 旅居海外的单身日本女子 原来 不是小数的 有些说 为了 在海外 可以更加好的教育 更加好的职业 只可以 离开日本 根据 这个调查也显示 原来 2010年日本 到海外定居人数只有38.4万 但是 到了2023年 58万 增加大概是50% 原来这位 原来这位大石内内 她的老公也是西人 也是西人 因为这里学者有很多 你去到外国 比例是大 是大 没有理由 也有机会找回日本人 看你们相处如何 是的 还有我发现 我在这里认识的日本女子 都是比较 开朗 open-minded 有些思想 和我想的有些不同 当然我认识的人 不算很多 以前做工反而是认识得多 以前 大家知道我以前 在Cherry Farm做过 做 supervisor 做工反而是认识得多 但是出到社会 因为我们这些做工程的人 女性也比较少 何况在日本 就是 做工我觉得 都挺玩得开 和我想的有些不同 因为以前有些认识的感觉 就是要这样才能来到澳洲 才能来到澳洲 是的 就是要这样 你对 我记得有一位日本的 朋友都说 你不明白 在这里 我才可以这样 放得这么快就回到 我第二样 后来他也是没有回去 他也是隔错鬼佬 其他我就不知道 就知道了 另外 看回 大雄 除了这个人口 问题就很难解 这个就不能怪大雄 这个是 日本三十年来的一个累积的问题 就不能怪他 但是另外 他也是 涂不了责任 就是执政自民党的政治献金风波 就是糟糕了 现在 原来他自己都有派罰 这个日本地检 特首部 现在准备针对他的 这个派系 就是岸田派 我都说始终发发确实发道理 因为同一个党 同党同党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同党 那当然同党和另一个同党就不同 但是 现在他的这个 叫做宏翅政策研究会 其实他们这些什么派 都是什么研究会 岸田派的前会计负责人 原来也是没有依照 政治资金规政法 预实申报 是这个 无款餐饮 而被起诉 那岸田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不知道 不清楚 他说不清楚 查吧 查吧 他昨天接受记者访问时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了解这些情况 所以我没有办法发表意见 除了岸田派之外 当然安倍派 和二阶派 都是更加严重的 他们两个派 很多人担心 发发下可能到他 其实最安全的监议委 监议委什么派都没有 这个都是 所以这个都是救了他的 这个监议委 之前安倍不做的时候 我想推他上来 这个好 什么派都没有 顶一下他就可以了 结果反而救了他 虽然他这个新冠当时 顶得很惨 这个是 东京奥运都顶得很惨 但是 相对于这些 政党挫折来说 没什么劣情 对不对 所以他没什么大作为 没什么大作为 没什么大作为 但是我觉得他是 确守了他的 份内事 真心说 他该做什么 他很惨的 好像说他整天都睡不了 有点像 看守首相 没错 你说他做得很好 又不好精彩 但是 我觉得他是 尽忠职守 只能这么说 不过不失 说回案田派 18年到20 20年3年期间 未在政治资金 收支报告书 类似于政治献金法规 当中记载的 大概3000万日日 这个募款餐会收支 资料 没有记进去 即是没有入账 这样 而 当时 还未在岸田文雄 担任他这个派系会 会长 这也好一点 真幸好 所以他答不清楚 都很幸好 都应该 因为我未做会长 不要问我 我觉得他会执行 一看他都没有任何 当然他民调的低 但是你说是否有任何 叫他 叫他拘捕他 就好像没有这些 声音出来 好,这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